继军人连改草案三读修正通过后 立法院临时会院会 22号处理第二项重要法案 空气软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各党团进行朝野协商 目前仍有8到9条法条 朝野无法取得共事 不过民进党团干事长强调 空无法一定会在本次的临时会通过 我们这次临时会是一定要通过空无法 所以我们已经协商了好久 也留了很多时间希望来处理 大概只剩下8、9条是有争议的 就是说没有共事的 目前争议条文有 环保署执行空无总量管制 因会同经济部的条文 移动污染源可抵换固定污染源机制 紧急状况电厂不受排放量限制等条文 国民党立委就痛批国家缺电时 竟然连天然气排放都可以不受管制 是为财团开后门 民进党政府知道 如果减少燃煤排放量 会有缺电的危险 所以在这一次的修法草案里面 偷渡了第14条第二项 说那我们要增加天然气的排放 不受总量排放的限制 朝野建无法达成共事 立法院朝野党团针对空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次协商 决定22号先行恶毒无争议条文 争议条文占不处理 保留至25号再次协商 原则新闻南部大陆立法院采访报导